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圣灵 主耶稣复活之后 圣灵降下 继续帮助门徒传道的工作 在新约时代 人相信耶稣 圣灵就内住在人里面 耶稣离世归父之前 圣灵还没有降下 当耶稣复活后向门徒吹气 并对他们说 你们受圣灵的时候 圣灵内住的应许就应验了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十七节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 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保慧师 耶稣称圣灵是一位保慧师 意思为请来帮忙的人 意思有保慧师 坚固者 安慰者 帮助者 建议者 辩护者 调节者 同盟者和朋友 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 帮助信徒明白一切的真理 对爱主之人的应许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三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耶稣复活之后 向门徒显现 耶稣应许赐给门徒永生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八十九节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我好想到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